看看这个小宴 哇,这个小宴挺大的 一两百坪啊 房间呢挺多 一两栋房子 这边是杂草丛绳 哇,好多杂草 全是刺客啊 大家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应该趋近三宝 现在七点半了 找到一套农村房子 然后房间挺多的 刚好有阳台 环境比较好 那个房子呢 房子的时候它把水电接通了 保证通水通电 然后房子呢 需要收拾 它把房间里面收拾干净 剩下呢就交给租客 然后那个租金比较便宜 可以签十年二十年 这边的农村道路 看这边道路呢 车也可以开进来 看看前面啊 刚好房子前面呢 全是这种一望无际的这种菜园子 这边到镇上很近的 去买菜生活方便 出行呢 有农村客运 三宝这边呢 好像是五月还是六月 就开通那个公交车 可以倒在这个房子后面 这边是老村子里面 看看这家家户户户 带燕子的很少 基本上都是没有带燕子的 站到阳台呢 可以看到前面 那边是山 刚好在三宝这边 去赶机啊 出行啊 生活方便 这边买菜也方便 这个房子后面几十米呢 就有饭馆也有菜馆 去赶个集啊 买个菜也有的 这道房子呢 就是带这个小燕子 然后门前呢 旁边这个竹林 过去呢 就是一望无际前是菜燕子 刚好上面是围墙 看是这样 上面是坐楼防水的 我们进去看看这个院子 哇 它去好多年没住人杂草藏生啊 看一下 这个院子呢 现在也是草 如果房东租客要住呢 他就房东把这些东西全部收掉 这边呢 也是一栋房子 这边有三十坪 这个院子呢 加这个房子呢 有150坪左右 这边房子呢 还有一栋 在这边 上面还是阳台呢 看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个小院子 小房间 它是堆柴火 也可以养鸡的 这边呢 差不多也有六十坪左右 这边是堆了好多柴火 哇 现在黑黑黑的 旁边呢 就是邻居家 也是隔了围墙 你看 这个围墙是没有窗户的 旁边呢 是采光院也有的 这边呢 这一道呢 也是空着的 如果不用呢 让房东全部收掉就行了 好 往这边看过来 这边呢 就是院子里面 院子呢 是比较大 那边是出门 车能开进来啊 那边还有个仙人掌 这边是竹林 这个房子呢 这边它上面是吊构顶 不过好长时间没租了 这个院子呢 停个五六个车 也停得下了 好多柴火 这边上楼梯 可以上到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 房东帮我开一下这个 我开一眼 让房东帮我开一下 就看看这个 然后往这边院子过来 它是水表 到时候房东要接上的 这边是一个水井啊 黑咕隆咚的 什么都看不到 还长了些草啊 哦 水井没有水了 看看这边 水井这边呢 还有一个风景树啊 这边一个楼梯 可以上到这边 这边一个小阳台 上到上面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往这边看 看一下灯 现在快天黑了 八点钟 这边进去呢 一间黑的 然后这边进去呢 也是一间 我去 那边过来呢 还有一间 在那里 这边过来呢 还有一间 黑的 我们上楼梯看一下 上面没有灯啊 上面这个楼板是木头的 我打开门 看看这个阳台 哇 这个阳台它好多啊 那边还有烟囱 老的灶啊 这边是个阳台 阳台比较平啊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水井 水井燕子过去呢 就是那边房间里面 看看周边啊 站在这个围巷旁边 这边都是菜地 那边是邻居家 在这边啊 那边是菜炎子 这个房子呢 因为现在八点钟 快天黑了嘛 所以看房间 灯没开很暗 但是又通电了 所以看不了房间 只能看看外面这些隔级吧 它房间挺多了 差不多有五六间呢 这边是烟囱 看看这个小宴 小宴那是水井 那边上楼梯 到这边 这边这个房子做了吊地 侧边呢 这是养鸡房 好像是也可以加 改成个卫生间 好像是没看到这个房间里有卫生间 需要加个卫生间 这边也有公厕 公厕呢 也是几十米 可以上公厕 门前就是竹林 那边就是菜炎子 房东这个燕子呢 它是不带菜炎 如果需要租菜炎呢 到前面租一块菜炎自己种菜 到这个附近也有的 也有空的 那边就是大棚 有大棚蔬菜 到城市很近了 这个就是院子里面 它现在是没有围栏 到时候要加点围栏 可以种上多肉啊 什么之类的 看看这个 上面就是这个房顶 没有漏水啊 旁边是邻居家 邻居家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看看那边 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 现在有八点钟了 天黑了 这个院子旁边呢 有这种路灯 路灯开了 然后就可以照到小院里面 旁边还有一条路 这个院子呢 车也能开进去 门也挺宽的 旁边呢就是菜炎 这个路都是四通发达 你看这个农村的路灯啊 是很完善 照到下面 等于白天一样的 这边呢就是菜炎子 如果有需要呢 也可以租一点菜炎 但是房子里面是不带菜炎 这边是本地的村民 这个房子 房东说也可以签长期 签永久的行 因为这个房子呢 它有很多房子 这个空着也没人住嘛 也是的院子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平台 我是站在一个平台上面 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月算下来 333亿一个月 一年就是4000块 房东把水电给他接通了 然后就保证里面 但是这个租客呢 如果需要自己弄什么房子 需要改造的话 房东说也可以 没问题 但是你要签长期 签永久的行 房东他说他不会回来 因为这个房子 院子也空了这么多年嘛 他也可以长期租呢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